各位记者朋友 大家下午 欢迎大家参加 2019年1到6月 全国新疆外资金 双方经贸团队 将按照两国元首 大阪会晤共识的要求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重启经贸磋商 中方对于磋商的立场 是一贯的 明确的 中方的核心关切 必须得到妥善解决 相信双方通过平等对话 照顾彼此合理关切 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根据我们的了解 这是美方正常的关税排除程序 中方也已经建立了 相应的关税豁免机制 将根据企业的申请进行处理 关税豁典 欢迎发行 欢迎苏金 欢迎苏金